不知道我們就講說 烏克蘭現在拿到我們ATSM 陸軍戰術飛彈 然後攻擊了赫里米亞 很多的一些戰略要點 可是現在最緊張的是誰 居然是中國 中國現在在討論一個問題 因為在ATSM攻擊這些場域的時候 它旁邊都有SAM-300 都有SAM-400 SAM-400號稱現在是全世界 最好的防空飛彈 結果搞了半天 我的ATSM進去以後如入無人之地 這些SAM-400完全攔不住 對 所以中國現在跟俄羅斯 兩邊就像是金光檔 遇到炸兵一轉互坑 兩邊都被坑了 為什麼 因為原本大家想說 這個俄羅斯的SAM-400應該很行 然後結果在烏爾戰爭當中 做了一個戰術上實際的驗證 各位 你現在看到畫面 就是SAM-400的畫面 來 我們先看到 它原本是做什麼動作 當這個我們講陸軍戰術系統 也是烏克蘭打過來的飛彈的時候 你看到一發 兩發 三發 四發 五發 六發 哇 雄壯威武 這些飛彈都升空了 要攔截了 結果下一個來仔細看 地上的那個就是我們講的 SAM-400就崩頭 崩頭 直接被打爛了 你是本來應該是要作為攔截系統的 結果來一發 兩發 三發 四發 有沒有看到 地上三組SAM-400系統 通通開花 難怪騰訊新聞講 六發攔截飛彈全部打空 SAM-400被擊穿 中國被坑了嗎 對 因為中國現在有點緊張 說不對啊 我才花了30億美元 跟你買了一堆薩姆系統 結果你自己號稱最強 結果人家陸軍戰術飛彈打過來 你完全沒有一發攔截的 你發一發就算了 六發耶 所以你看 各位 他們後來來到原地失地的時候 全部被打作落寬碼 所以他們現在當然很緊張 說不對啊 那我現在跟你買了一堆 如果到時候我們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作用啊 而且不只是這樣 俄羅斯繞賽台不只這一裝 你知道還有什麼嗎 你說防空系統它有仰賴什麼 至少要雷達偵測吧 結果現在跟你講 不對喔 連雷達偵測都有問題 你知道嗎 現在俄羅斯原本號稱最寶貴的雷達 而且一共還有兩組就是 RLM跟RLMD 就是各位這兩組整個雷達車 原本的好端端的在地表上 還有這個影片喔 從衛星照看得清清楚就看 各位就他們看到實地變成什麼了 被炸了 這剛剛那個是 before and after after之後全部炸成一片焦土 所以連雷達系統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要偵測敵軍飛彈來襲的 你看變成這樣子 全部炸的變成我們講的一片焦土 所以難怪這個普丁非常生氣 說你們這樣對我們打擊喔 你要付出非常嚴重的後果 非常嚴重的代價喔 但各位我們剛才是不是講說薩姆系統 中國買的非常擔心 但我們講中國也沒好到哪裡去 為什麼說一個是金光黨 一個是詐騙機團 因為中國自己賣到巴基斯坦的 什麼紅旗9啦 紅旗16 他們現在也紛紛反應 根本也攔截不了飛彈 兩邊一樣爛 事實上 中國以前想要變什麼 軍工大國 它向全世界 驍龍戰機 然後呢 它的這個紅旗9號 不再相當的 我天上飛的水裡面游的 包括我的長城的火箭彈 我都可以生戰 可是沒有想到 竟然一個俄武戰爭 還有它最近 它的銷售量居然被夭斬 而且最近碰到三個釘子 它要賣潛艦 它要賣蕭龍 它要賣多管火箭彈 全部被退貨了 而且這個解放軍的武器 到底怎麼樣來說 我們從國際市場的反應 非常非常清楚 在2019年之前的所有人 你看它的市占率 當時全世界第一是美國對不對 可是這樣 時到今天為止 完全不一樣 美國還是第一沒有錯 法國已經來到第二 俄羅斯還是蠻高 可是那中國已經掉到5.8 它不是說 我下戰艦箱下餃子嗎 對 沒錯 不是現在我搞了一個福建號嗎 我的福建號是 繼福特號之後 我是電磁彈射的 我在所有的軍工產業上 都是突飛猛進 甚至我還進到了太空軍 可是 它在全世界的軍武市場上面 卻是節節敗退 而且它現在 擁有的5.8% 對 還是大部分是它的鐵改兄弟 沒錯 巴基斯坦買的 沒錯 而且最尷尬的是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上任之後他就希望說 把中國的軍武往外推銷 所以其實很多軍武的推銷的時候是 習近平自己去的 他這個跟人家敲定之後 他還說來了 你買了之後 我還給你什麼優惠貸款 什麼都給你 結果沒想到 人家還不買 還給你退貨 而且他事實上說 退貨了 對 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他就說什麼 我無人機世界產量第一 可是他無人機呢 寶傑他現在輸給土耳其跟韓國 另外他說什麼 我紅旗酒非常厲害對不對 結果他也是輸給韓國 另外說潛水艇他也賣 也輸了 然後飛機也賣 什麼賣都賣給 都賣輸了 最近有三筆訂單 三筆訂單裡面來說 第一個 泰國原本要採買S-26T的這個潛艇 潛艦 最後法國決定取消 第二個是什麼 原本阿根廷 阿根廷之前前總統 跟中國非常好啊 他們買12架這個 骁龍17的戰鬥機 結果最後呢 他們寧可去買 二手的F-16 然後讓中國最丟 而且都是退貨 對而且讓中國最丟臉最丟臉 連他們網路上都炸過的是什麼 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沙烏地阿拉伯連那個大公司就說 我們要採買這個防空系統 他說我們有兩個 而且他說 我們公開展示兩個 讓這韓國的系統 天舞系統 跟中國的系統 兩個互相的比哦 然後比的時候你知道 寶姐最尷尬的是什麼 尷尬是什麼 明明這中國的火箭 可以射300公里 那韓國的只能射100多公里 但是他們只有選了韓國的系統 因為韓國他們覺得比較好用 比較穩定 對 所以他事實上對中國來說 真的是尷尬連連的一個局面 所以剛才講 連朝鮮日報都講 對K就對Korea 對韓國的軍隊軍攻 連三敗 他說即使習近平出滅 中國的軍攻一樣搞砸了 尷尬是 他很多的對手 都是被南韓搶單的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講 原本中國是說 我們的這個財口潛艦可以出口了 他將泰國出入的三個 這個S26T的原級的這個柴油潛艦 原級潛艦 對 那潛艦出的時候 原本的這個泰國真的是很想買 但是因為後來卡在什麼地方 因為這個潛艦的引擎是德國做的 那德國就說 我們沒辦法出給你這個潛艦的這個潛艇 那就麻煩你用別的吧 那中國就跟泰國說 那這樣我們有中國的引擎 也很好用 我們自己也在用 結果被想到泰國就寧可不要 當然不要 對 他就說不要 我們這個約就取消了 我想買你的潛艇 我要德國的引擎 我幹嘛要中國引擎 對 所以就取消了 所以中國做潛艦 對 引擎是德國的 對 好的是德國的 那你用自己的引擎 打給他 不不不 我不要了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是戰機 戰機來說 因為他們有這個所謂的蕭龍時期 這是輕型戰鬥機 那輕型戰鬥機來說 他們用了非常多這個功夫 而且說我們性能非常好 結果被想到他們當時 跟這個費南得資就是前總統 然後給他 而且他說 我們賣給你比較便宜 便宜我們給你融資 因為阿根底沒有錢 我給你很低廉的價格 還要很融資 就跟你說沒有問題你買吧 結果阿根底說要買 34架的蕭龍時期 結果被想到後來 這個案子一直沒有辦法出 阿根底一直沒有答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有另外一個國家 登門拜訪了 這是什麼 丹麥 丹麥就跟他說 這樣子 我們現在美國說 他們這個F16要賣 那看你要不要買 F16來說我們這個二手 就全部打包賣給你 看你要不要 那其實這是美國希望說 搞砸你嘛對不對 所以根本是美國在擋嘛 對 美國希望搞砸你 結果後來最後 所以他看到說 你已經跟這個所有的 阿根底已經簽約了 對 你已經要買他的蕭龍戰機了 他馬上就同意說 二手的F16 對 可以打包賣給阿根底 對 那你F16跟蕭龍時期 你選哪一個 阿根底毫無意外 就選擇了F16 最後這就是簽約點底 簽約點底來說 你看他們用什麼 用這個約末24架的F16 以3億美金就轉給了阿根底 所以阿根底馬上就 毫不客氣的就接受了 這個F16的這個戰鬥機 二手的這個戰鬥機 他們後來展示了這個畫面 就是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是什麼 就多管火箭嘛 我們事實上這個 真的對中國來說 真的是丟臉到家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阿拉伯聯合當中就說 我們要防止這個伊朗 對我們的空襲 他們就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中國有這個 這個裡面有多管火箭對不對 你搭配這個火龍300的這個飛彈 火龍300 是300公里的這個飛彈 那另外一個 阿林球最後買的是 射成180公里的 韓國的天舞系統搭載的 KTSSM的戰術導彈 所以中國媒體是一呼錯愕 我們可以射300 人家才射180 照理說我們的比較好 而且我們的價格也沒有比它貴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更糗的是什麼 保潔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公開在那邊 兩邊在那邊射 所以這是阿拉伯聯合當中 是讓你們兩個比武 比武之後呢 他們寧可選韓國 你就知道說 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 所以看到什麼 然後就寧可選這個 所以 最遭你阿拉伯的這個決定來說 阿拉伯聯合當中的決定 就告訴你 他們看到了這個狀況是 韓國的真的比中國的要好 所以司徒你講說 錢是不會騙人的 如果你現在怎麼吹噓說 你的軍武多麼厲害 可是你丟在軍武市場上面 那是一翻兩代演的 大家都很清楚你的這個戰鬥力 到底怎麼樣嘛 我們就講 他之前 那目前勢戰力不是掉到5%左右嗎 5.4 他60%的武器 保潔那賣到單一國家 那就是巴基斯坦 那所以現在 那但是現在呢 巴基斯坦呢 倒楣死了 為什麼倒楣死了 第一個 他們跟他買這個紅旗9 還有這個紅旗16的這個防空系統 就買這個防空系統之後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嗎 他們知道 他們居然發現到說 我們要防空都防不了 這最近發生非常多事 最近的事情 對 像2019年的時候 這個印度空軍有兩架這個飛機 飛到巴基斯坦境內 他就轟炸穆罕默德軍的這個訓練基地 就轟炸了之後 他們又回去了 那請問那時候這個 巴基斯坦內部就在罵 我們不是買紅旗9嗎 還有紅旗16嗎 為什麼毫無反應 沒看到 而且還讓他們進來攻擊了就走了 然後另外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印度不是有 這個布斯拉拉末斯的飛彈嗎 他們因為 類似我們之前熊山物射這樣 他們就射到巴基斯坦境內 就剩下境內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欸 巴基斯坦 他們的印度飛彈 他們的巴基斯坦飛彈 沒有攔截 也沒有反應 那他直接就掉進來了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更誇張的就是 我們在伊朗最近不是這個 這個革命軍隊發射飛彈還有無人機 因為目前為止 在巴基斯坦有一個逼之入省的恐怖組織 他在攻擊這個 這個伊朗的嘛 好 結果沒想到他發射飛彈 無人機一大堆過去了 伊朗去攻擊巴基斯坦 對 一大堆過去了 結果沒想到後來呢 全部都攻擊到了 而且攻擊到的時候 他們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還是沒反應 所以現在他們就說什麼 欸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可能考慮了 把你們那個 他們就說什麼 巴基斯坦買了非常多 但是這些防空武器來說 都是中國製 沒辦法確保 巴基斯坦的 空域的這個安全 欸 當時中國在賣給巴基斯坦的時候 講說 我的紅旗16是一個 中進程的防空飛彈 我可以在校長區 我可以追蹤 我可以摧毀 而且我是追蹤摧毀 不同目標 結果 欸 當你真的進來了以後 你什麼都打不到 對 沒錯 我們知道 事實上這個紅旗9 是可以鎖定各個飛機 還有巡逸飛彈嘛 那這個後來的紅旗16就說 我們還可以 吹中這個不同的 這個空中目標 可以鎖定非常多 包括飛機 巡逸飛彈還有無人機 結果沒想到 完全沒有 好 那除了 不只是這個空中沒有用之外 你看 他們買什麼 他們買運巴 運巴 對 運巴 運巴就是他們所謂 空中預警機 就空中預警機的時候 就沒想到他們做什麼 我們準備了 要重新檢討我們的空防戰略 因為買了之後 不能用嗎 發現他的這個雷達 好像這個效果不佳 性能不佳 另外還有什麼 他們買這個F22的護衛艦 這個更誇張 他們買了之後 他們發現到說 欸 這裡面來說 你在海上作戰的時候 要有大功力的雷達 結果發現到他們大功力的雷達 常常出現問題 而且鎖定的時候 就不知道上面是什麼樣的畫面 這個就是中國的F22的護衛艦 是 看不到別人 對 看不到別人 雷達常常出問題 然後後來發現什麼 他們的發動機 這個什麼軸 軸 這個所謂他們的這個 這個軀軸 軸箱 還有衝套速度 退化非常嚴重 就是發動機 沒多久就不能夠用了 所以等於這個也沒辦法用 他們就想說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還有這個V4坦克也是一樣 他們就說他們買了之後 欸 發現它的炮火的穩定度 我們之前不是說嗎 發射炮了之後 它的穩定度都沒辦法 這個炮管還會搖晃 他們發現說問題實在太多 現在的巴基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難怪巴基坦跟中國現在的關係 越來越糟糕了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 欸 全世界這個無人機 產量第一名是哪一個 中國不是嗎 中國 對 所以中國前幾年的時候 他們就說 賣了這個彩虹4B的這個無人機 還有翼龍2的這個飛機 往外賣 就賣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跟它買 像伊拉克就跟它買 伊拉克就買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彩虹4B的這個無人機 就買了之後呢 他們運行8個 運行沒多久的時候 8架就在幾年之內 就完全墜毀 我買了20架 對 8架墜毀 對 那另外包括說 阿爾吉利亞也是一樣 大家都說 欸 不行啊 這個 大家都說你怎麼辦 它有什麼土庫曼 大家都買了非常多 奈吉利亞 就知道保基坦 現在最尷尬是什麼 他們現在都完全 不買中國的 他們就買土耳其的 改買土耳其 對 土耳其的這個 TB-2的這個無人機 所以我的火箭單 完全輸給了南海 我在無人機上面 全部輸給了土耳其 對 所以那事實上 現在都尷尬到什麼程度 還有韓國也是 賣了非常多的無人機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除了這個之外 那美國目前為止 試占率不是已經來到 這個42%嗎 對 為什麼這麼高呢 因為事實上 現在大家發現 都說你美國的武器 實在太厲害了 因為俄乌戰場上 那個對比太明顯了 對 好 那為什麼 會有這個畫面呢 事實上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無人的潛艦 類似一個小艇 那上面 欸 保姐那仔細看喔 它上面居然搭了 兩個飛彈 這兩個飛彈是什麼呢 這個兩個飛彈是 R73的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原本是站在飛機上面的 就美國馬上磨改 磨改在什麼 連無人潛艦 無人的艦艇 都可以搭載這個空對空的飛彈 他要做什麼 他原本這台 這個所謂潛艇 這個潛艦 是要到黑海上面來說 去攻擊俄羅斯的這個 黑海艦隊 結果沒想到 被俄羅斯的這個 他們的執政機發現 你看執政機在那邊開火 要阻止你啊 阻止你之後 後來把他打掉 打掉的時候發現他說 他還有一顆飛彈 可是另外一顆飛彈呢 不見了 就是他已經發射出去 已經打到他們的目標了嘛 這告訴你說 他們原來目前為止 在很多俄羅斯戰場上面 烏爾戰場上面來說 美國把很多 原本空軌空的飛彈 把它放在這個潛艦上面 這個無人潛艇的畫面 放在潛艦上面 你看各式各樣的武器 給他磨改的一個情形 所以他事實上 這就是目前為止 為什麼美國的武器 受到大家的歡迎 他們可以改來改去 各式各樣的狀況嘛 我們昨天講說 他現在已經把F-16變成了 AI來操控 已經把F-16變成了無人機 現在這個無人機 剛剛講的 我現在在無人體上面 我可以放飛彈 甚至更可怕的是 我現在 連海馬式 都可以用無人操控了 那我們就講嘛 海馬式是一個非常重要 包括說像美國 未來的冰海作戰團的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他們就下飛 這個所謂冰海作戰團 下到這個平面上面 就把海馬式多塊火箭 丟在這個地方 好 那麼事實上現在 美國在測試什麼呢 寶傑你看 這是過去傳統的這個 多管火箭 但你看這一次 這個海馬式的多管火箭 不一樣 你看差在哪裡嗎 差在前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這個人員管理的這個地方 沒有了 也就是說 沒有坐艙了 這是個無人式的海馬式 所以他們現在 美國在測試 這個 美國在測試是什麼 就是把它丟在 這個美國的 這個亞利桑那 這個測試場上面來說 你看 他們派過運輸 運輸機 送到這個地方之後 讓他在這個地方 這個直接發射 看能不能夠精準的 打到我們的目標 所以也就是說 未來的美國的作戰的過程 裡面來說 可能就會 他的還 這個所謂 西遙山洞的這個運輸機 送到這個海馬式來了之後 現在是有人的 未來可能就改成無人的 無人的就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發射 而且我也沒有人員受傷的 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事實上 而且最後呢 打 假設射完之後 這個戰場清理之後 我還可以來回來 把它回收 所以這是美國現在用的 所謂的他們相關的 這個作戰的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美國的賓海作戰談 也在這次美飛軍演裡面看到說 他的西遙山洞降下來 降下來以後 海馬式出來 海馬式出來以後 我把這個所謂的火箭的 就射完了以後 我再回到西遙山洞 如果我是無人的話 那更可怕了 我的西遙山洞一降落 降落完了以後 我的這個海馬式無人的 這個就下來 下來以後 我的西遙山洞 馬上可以離開 更安全 你更抓不到我 而且未來西遙山洞 也可能是無人化 所以整個都是無人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事實上美國 這一次他們在這個 亞米島這個地方 就有演練過這樣一個狀況 他距離台灣只有 這個140億公里 所以你看 他演練的目的 到底是for what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為什麼美國的這個 軍武的這個試戰率 會節節攀升 我剛才跟你講 美國這些 你看他們的魔感 然後在俄羅戰場上面的表現 相對於中國在各個國家 在泰國 阿根廷 然後在沙烏地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然後在巴基斯戰 都到處踢到鐵板 你就知道說 到底解放軍的武器能不能夠佔呢 其實是告訴你非常清楚了 好 董事長 這兩天不斷提醒我們講說 美飛軍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看點 在哪裡 亞米島 也就是距離台灣 距離我們的蘭嶼只有98公里 離我們的俄蘭嶼只有141公里 離台灣最近的 最近這個島嶼 它有一個C13洞降落 C13洞降落了以後 它居然剛剛講的 它是用新型的飛彈 用海馬式火箭彈來乘載 它可以涵蓋到1600公里 也就是我如果在亞米島降落的話 從上海到整個廣東 全部都在我的射程範圍內 現在更可怕的是 它現在這個海馬式火箭彈 它的整個操控 已經變成是無人的了 現在這個射程的增加 已經不是用 海馬式是它的平台 那它的這個 所謂新式的PRSM 已經是比較 比ATACM更進一步的 PRSM 所以我剛剛提到 它現在目前 目前謠傳 是有1600公里的射程 最新的陸軍戰術飛彈 對 但是1600公里 你想看那個多可怕 1600公里的話 它等於說從上海開始 周邊一直到福建 到廣東 全部射程範圍內 全部封鎖 所以被第一導電全面封鎖 而且我們剛剛講 它這個彈有多可怕 因為它這個導彈前面 它是可以裝載不同的導彈頭 它如果用所謂的極速彈 這次在俄武戰場上面 就是針對一個軍團 總共116個人用極速彈 全部摧毀 無一性滅 那個是打固定目標嘛 對 可是在台海作戰的話 可能不是固定目標嘛 可能是打移動目標嘛 比如它的海軍嘛 它的如果它的 它的不是下腳子 就下了好幾百個腳子嘛 對 你只要出海試試看 它就可以發動 所以它這個 因為我們對兩岸的這個 台海的作戰開始的 第一個動作 都判斷 它可能會用海軍來封鎖 或是說最後有登陸的動作 對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解放軍的海軍 跟所謂的登陸部隊 是最為脆弱的這個時候嘛 所以它在 為什麼它在旅宋島的附近 安排這種遠程的攻擊火力的話 而且剛剛提到 已經到無人化的程度的話 這個 這個當然沒得打了嘛 所以你原來中共 最感到驕傲的就是說 它的A to AD 可以封鎖西太平洋 到整個全面性的 從日本的 所有美軍 讓日本 讓駐守日本的美軍 無法出海嘛 對 我覺得航空武器根本不用來了嘛 就在三四年前 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早就發展出來的 所謂的 濱海作戰團 對 那濱海作戰團已經發展到 協同無人化的海馬斯的這種 遠距的攻擊能力了嘛 那這個根本 所以等於說破解了它的 A to AD的問題嘛 那時候我們一直認為說 它是海進陸戰隊 然後用快速的 用這種 臨時的作戰能力嘛 現在完全變成 用AI的計算 用鎖定 一大堆新的東西 它根本就是打帶跑 你抓都抓不到它 另外朝鮮日報今天也在 嘲諷中國說 你習近平現在都出面 自己出來賣武器 結果沒有想到 你賣給泰國的 你賣給阿根廷的 你賣給這些國家的 居然全部踢到鐵板 而且中國的軍武市場 萎縮的也太嚴重了吧 賣武器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有兩種 一個叫商購 一個叫軍售 但是這是採購的方法 但不管哪種採購方法 後面都有一個基本原則 叫什麼原則 叫做盟軍 就是要有外交關係 或是準外交關係 或者說你武器不能亂賣 因為賣完之後 你就長期 因為你要長期的 後續的資源 對 加起來可能有20年30年 的備品要這麼多次 就是你的後期的 後期的後勤的作戰能力 那所以這不是一個 很簡單的小事情 那中國的 他的兵工生產能力 大概全球第一名 他什麼砲彈都會做 什麼東西都用逆向工程 全部都能夠招牌出來 他當時在美軍 在幫他忙的時候 因為又為了要對付這個 對付這個蘇聯的時候 也得到很多美軍的幫忙 美軍教他的 美軍提供他一些基礎 一些技術 所以以色 因為美軍在提供技術同時 他在歐洲也可以得到技術來源 因為很多友軍就幫忙 包括以色列等等 都賣了很多東西 開始就賣給了解放軍 解放軍就通通開始招牌出來 但是招牌結果有兩項 他無法突破的 第一個就是發動機 發動機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辦法突破 發動機他做不出來 所以一定你剛才提到 泰國的潛艦 要去跟德國買發動機 可是他裝備能力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有能力設計 能力裝備 可是一些關鍵的零組件 做不到 最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發動機是一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精密製導零件 現在全面被美國封鎖掉 半導體 全部沒有了 他不能精準化了 他沒有辦法控制 可是美軍已經完全做到 他現在已經做AI化的程度 所以這個差距拉得很大 第三個更重要的是實戰化 這一次在歐洲戰場被檢驗 當你面對到西方的戰力的 第二要淘汰掉的 第二 比如說老舊的裝備 你都沒有辦法戰勝 因為所有美國 日本 包括歐洲的這個部隊 藉著俄烏戰場這一次 大量的把他的武器換代 全部提供給烏克蘭 去對付俄羅斯的一些傳統的武器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藉這個機會又來了一個 新的換代的開始 這差距是在拉開的 所以很多現在德國 現在買了好幾個中隊的F35 就是這個概念嘛 所以因此這一次的俄烏戰場上 讓全世界看到說 你中國的裝備不能用 所以你看到泰國為什麼要退貨 阿根廷要退貨 對 所以這個是這些主要的銷售的特點 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進入所謂的精密製造的年代 或AI化的時代的話 解放軍其實是這方面有很大的缺失 好 宇軒 之前我們有一個博勝專案 我們剛剛講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去做了Link 16 他說現在我們要再花550億 再去提升 提升到Link 22 不就都Link嗎 有這麼嚴重嗎 Link 16要提升到22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說今天中國會出兵 今天中國解放軍會動手 他的首要標的第一個對象 台灣 當然是台灣嘛 所以但是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 以前我們的Link 16 他能夠連結很多的系統 但偏偏你知道不能連結什麼嗎 除了美規以外的裝備都不能連結 那這樣出的大問題啊 那日規能不能連結 不能 那菲律賓能不能連結 不能 那我們一直在講第一島鏈從城賀主 包括我們講了這麼多的系統 會不會最後 所以你說我們從Link 16到Link 22 我可以跟日本 菲律賓 澳洲 甚至像法國這些北約組織 進行通聯 對 所以我們講 今天包括你講長城打擊也好 遠城打擊也好 或者是說他有辦法針對 大陸A2 AD這個標的進行攻擊 但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要件 你要能夠聯合作戰 所以今天這個Link 16到Link 20 他最大的差別在於 第一 他不只限制於美規 只要是處於印太 因為他原本是參照NATO 就是說北約組織 移植過來這個系統 北約就已經在使用了 而他未來啟動之後 他會產生什麼狀況 比如說我們台灣是不是有 熱山雷達戰 熱山雷達戰啟用之後 他的訊息可以同時提供給誰 提供給美國 提供給日本 提供給菲律賓 換言之才能夠真正造成 所謂的第一島鏈 大家可以共同協防資訊 協同作戰 日語圈這有差別在哪裡 還有第二個差別 以前的Link Steel他有很大的一個毛病 跟問題 他需要有中繼站 換言之我今天這個作為一個通訊連結 但我需要一個第二中繼站 我需要一個第三中繼站 那一旦中間的中繼站被摧毀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徹底的協同 但是未來的22 為什麼台灣要砸甚至上百億元 去跟美國採購這個裝備 理由很簡單 因為一旦進化之後 第一 我不需要任何的衛星做導引 各位不需要衛星 再第二 我所有的國家 包括類似我們像北約講的 在整個印太地區 通通可以做系統 所以我今天一架F-16 飛過去 我F-16看到解放軍這個航艦出動了 保傑哥他可以做什麼動作 我可以利用臨近最親近的島嶼 或者說他有部署飛彈系統的 對他直接進行打擊攻擊 不一定要我本人出手啊 我們大家都共同看得到 最近的這個Link-16系統 未來即將要砸7500萬美金 去把它提升到Link-22 所以保傑哥這全部都是一以貫之的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就是透過所謂的第一島鏈 能夠徹底的突破中國大陸的封鎖 能夠徹底的完成反制的任務 所以保傑哥這最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剛才一直在講到 美飛這個肩並肩的這種軍演對不對 但肩並肩軍演當中 他們有想定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沒想到 不是我們講的堤風飛彈 也不是我們講的這種大型的目標 你知道他們最畏懼最害怕的是什麼嗎 大江五人機 所以他們甚至有一個畫面很有趣喔 就是你看到這個左下角的 這是美國人 美國的這種軍方 他拿著手上有沒有仔細注意到那是什麼 研究大江五人機 那個就是大江五人機的實體 而且你仔細看他後面的背板 後面的背板是一整群的風群 所以他是在跟菲律賓人講說 在烏俄戰爭當中 我們已經驗證到了包括大江五人機 他的效力有多好 未來如果我們面對這種風群打擊 我們該要如何因應 那美國為什麼會在跟菲律賓講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恐懼 因為最主要的是 因為他們在烏俄戰爭當中 驗證無人機的失敗 美國提供了大量的這種 AI 初創公司 很多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提供到烏克蘭去 結果發現一個問題 第一 有夠貴的 因為烏克蘭一年要花幾架無人機 你知道嗎 至少一萬架 他折損掉一萬架無人機 你要貴鬆鬆的 有夠好的產品 我們根本就沒效用 再來第二件事情 因為決定無人機的廠商是誰 都是由美國軍方國防部做主導 所以往往他們提供到無人機 到現場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狀況 水土不合 就是烏克蘭要的根本不是這一款 但美國提供這一款 所以保利哥你知道 最後離譜到什麼程度嗎 他們竟然烏克蘭的軍方 大量的採購好幾千架的大漿無人機 烏克蘭買大漿無人機 便宜好用 對 吃幾百塊而已 幾千塊而已 壞了就壞了 掉了就掉了 包括你看美國 唯一驗證一個成功的案例 他們說 我們為了要推一個複製器計畫 理由很簡單 他的目標就是說彈簧刀六百 為什麼 便宜好用 而且自殺性攻擊 具有摧毀性 所以無人機這種標的 他變成是一個很顯而易見 一個不對稱作戰的一個目標 而美國未來所謂的複製器計畫 也打算在整個我們講的第一島鏈 以及我們講的整個環太平洋區域 發動以及生產數以千架的無人機 努力的要追上中國大陸的數量跟速度 難怪要在台灣要求台灣生產無人機 也只有台灣的生產 可以把價格壓低 把產量拉到 對 沒有錯 因為現在無人機已經推翻過去大家的設想 的確你可以講AI 它有一些自動導引的功能 但是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講這一次 美飛他們演練好了 他們摧毀的標的是誰 不是航空母艦 也不是什麼戰艦 是漁船 也就是以小博大 比如說我如何阻斷你的後勤補給 而我的豪華戰艦 我的重型標的 當面對你大陸無人機來犯的時候 我有沒有相對應的數量 否真難不成你要拿戰斧飛彈 你要拿標6 你要拿愛國者去打一台500塊的無人機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這很顯而易見 是未來戰爭的一個趨勢跟方法 之後 俄烏戰場上 大戰即將開始了 剛剛講 現在俄羅斯已經募集了50萬部隊 50萬部隊之後 它要進行一場 夏季大決戰 對 面臨這個夏季大決戰 美國才通過一個610億的 這個所謂的緣無法案 對 當緣無法案進去了以後 F-16進去了 ATS EMS都進去了 無人機軍區了 對 雙方都在準備 是 雙方都要面對一場大戰的來臨 各位沒錯 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恐怕是俄烏戰場 最後的決戰可能會在這時候展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寶傑知道 因為大家都受不了了 對 因為什麼 普丁你看他在這幾天的時候 舉行勝利日遊行 他第五任的總統就任 然後今天5月9號的勝利日遊行 他還嗆叫什麼 我們在軍演中 我們會訓練部署戰術合武 戰術合武都拿出來了 對 所以他顯然勢在必得 因為他已經募集了50萬部隊 準備在今年夏天進行一個決戰 那美國當然也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他美國當然知道 你準備什麼嘛 所以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外交你看 美國開始準備非常多 第一個 美國趕快批准了611的這個 原污法案 原污法案也611進去了 欸 寶傑 這裡面現在很多大殺氣都來了 這個折倫司機一直盼望的 F-16終於來了 F-16到了 對 終於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基堡裡面 看到他們F-16的這個身影 另外一個 ATACMS 就是之前的這個陸軍戰術 這個武器呢 普丁曾經說 你敢讓他來的話 你就是要讓俄羅斯戰場 這個戰略升級 就變成他來了 而且他還確實 殲滅了俄羅斯的一個 兵團的這個兵力 一個兵團沒了 對 然後 然後無人機也來了 然後155榴彈炮都來了 所以現在很多大殺氣 全部都來到烏克蘭的這個戰場 而且寶傑更精采的是什麼 外交之戰 現在我們都知道 美國跟這個中國 在開始在做外交的這個競合啊 你看 之前布林肯不是到中國去 他警告你什麼 你在烏克蘭場上面 你給我小心一點啦 你不可以再援助俄羅斯了 對 現在剛剛講的裡面的晶片 裡面重要的機床 裡面重要的 包括剛剛講的 需要做炸彈的化學藥品 對 纖維都是你中國提供的 甚至布林肯來說 我會把你逐出美元體系 所以他顯然也在做這個決戰 做準備嘛 另外一方面你看 這個時候習近平到哪裡去 他到歐洲 他到法國 法國這時候 我們知道法國今天再一個消息 他們的傭兵已經進入到烏克蘭了嘛 法國傭兵都進去了 所以馬克宏現在是最挺烏克蘭的這一邊啊 所以他來這邊探探你的這個虛實 所以你看 在大戰前夕的時候 中美在這邊互相的 這個外交場合在那邊互相的斡旋 另外一個 普丁在準備這個大殺氣準備要對付你 另外一個 烏克蘭所有的精裝武器都來了 大家都準備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 把這個俄武戰場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在進入夏天 要過一個溫暖的夏天的時候 你說 現在其實全世界充滿一個大戰降臨的氣氛 大家都要保留這個窗口 萬一年底的時候是川普當選的時候 法國歐洲怎麼辦 所以他們希望說在這個夏天裡面 至少要打住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最後的攻擊 甚至要反敗為勝 所以說 今年的夏天 會有一場中渠之戰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剛剛講到的 烏克蘭先呼萬喚 拜託我一定要擁有的F-16 之前一直不給 但現在這個F-16已經進到了烏克蘭的機跑裡面了 對沒錯 事實上在前一陣子我們都知道說 俄羅斯逐斷的這個 逼近這個烏克蘭這個戰場 所以呢因為你快要輸了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話 你看美國的610億就來了 610億裡面包括說像E-5的榴彈炮 還有包括說非常多的這個監射武器 海馬式然後多關火箭炮還有戰車等等都來了 不過哲羅斯基最盼望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一台 這一台是什麼 這一台是他們的空軍司令長 這個拍的一個影片 這影片來說的話 他們出現在什麼 他們那個空軍大學20年的祝賀影片中 他就說我們這裡面來說有一台這個 然後這裡面來說 有一個這個是什麼 F-16的這個飛機 大家看這個外型就知道是F-16這個飛機 非常顯眼 然後裡面他還有 機尾 對機尾是展示什麼 烏克蘭相關的徽章 所以告訴你說 這是已經抵達到烏克蘭前線的F-16 那F-16你也不難解釋啦 為什麼最近好像這個所謂 蘇系列的飛機遭到所謂狙擊 是不是這個F-16已經真的派上用場了 好我們看到現在普丁 他感覺上 我現在一個是 我星期一剛剛上任 新的任期即將開始 所以剛剛講 現在要舉行一個勝利日遊行 勝利日遊行裡面外面有個標語 標語上面寫著 我們勝券在握 對我們就講嘛 烏克蘭準備好對不對 那當然俄羅斯這邊也是穿BANBAN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第五任總統上任 所以第五任總統上任 如果能夠伴隨著 我在夏天作戰勝利的話 那是不是 我整個民調會往上升 那你看他事實上在進行這個 這個5月9號還有閱兵大典的時候 你看他們做什麼 我們的這個聖券在握 他們在這個場外裡面寫這麼多 而且他們這次還做了一個 特別有意思的這個展示 他們展示什麼 展示我們在烏克蘭戰場 繳獲了所有西方的這個武器 包括說M1A1的這個戰車 那甚至還有非常多 這個什麼 所謂爆四坦克一大堆 反正這個要做什麼 當然準備在大戰前夕 為俄羅斯的民眾 打一劑強心針 好但是戰況可能沒有辦法 像普丁想的那麼的乖 也就是現在勝利日大戰即將開始 他們現在已經派了一些尖兵 派了一些赤猴 想要進行一些試探 就沒有想到 大家看著就在這個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現在俄羅斯的先鋒部隊 要進行試探的時候 對 竟然出現一個非常詭異的狀況 全部被殲滅 對沒錯 因為5月9號是這個勝利日 那勝利日的時候 普丁就下軍令說 我們在這個勝利日之前 在這個巴赫穆特前面不遠的一個小間 叫查西夫亞爾這個地方 他說我們要拿下這個小鎮 拿下這個小鎮 保姊姊姊他還投入了約8萬名的士兵 那其中2萬5千名已經現在前線作戰 結果沒想到他在前線作戰 還有5萬5千人在後面 但是這個遇到 你看這個紅色的就是所謂俄羅斯的部隊 藍色就是烏克蘭的部隊 他們在這邊短兵相結 短兵相結的時候你就沒想到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畫面 他們很多坦克車組成的這個部隊 沒多久就完全被這個撲滅 被殺掉了 被殺掉 各式各樣的尖射武器 無人機的武器不斷的攻擊你 那甚至你看 在很多地方來說的話 烏克蘭的這個俄羅斯軍隊進去的時候 馬上就被烏克蘭給幹掉 那甚至在這 所以我有尖射武器 我有無人機 以及在坦克部隊 都變成我囊中之位 對 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烏克蘭公布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什麼呢 你可以講 這個是無人機上空之後 而且你看我們圈起來 它這邊有非常多 他們找到非常多 你看這有很多的這個武裝的這個車 然後另外還有非常多士兵在這個地方 那這非常好的SAM400耶 對 沒錯 他們是怎麼樣呢 他們還把它標出來 你看他們標出這裡面有50個 然後這邊有66個士兵 他們把它標出來多少人 好了準備了 後來你看到沒多久之後 炸彈就來了 飛彈來的時候就把他們完全殲滅 全沒了 對 這是在盧甘斯克這個地方 他們找到一個 他們因為無長時間的這個 滯空無人機在這上面 抓到一個他們在這邊的訓練營 那訓練營有大概約100多名的士兵 然後有非常多的這個防空武器 對 我就這時候 我就用這個絕命的武器 我們就講嘛 ATA CMS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戰術飛彈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還有直接 就直接把他們完全殲滅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ATA CMS呢 之前普丁會是說 你敢讓他送給烏克蘭的話 你絕對是跟俄羅斯宣戰 但他現在真的來了 所以這個大殺招 果然在第一次就派上用場 殲滅了100多人的這個兵團 那為什麼普丁會忌憚這個ATA CMS呢 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過去在海馬是 就是了不起就是80到100 你沒辦法打到我 但是ATA CMS呢 保姊他可以300公里 所以300公里來說 你看對普丁就形成一個非常大壓力 你看如果以這個地方來攻擊的話 你看他可以涵蓋 300公里可以涵蓋這個克里米亞 所以他之前就說 你這個是用來打克里米亞的嗎 這個當時俄羅斯就要警告 而且他可以涵蓋俄羅斯非常多的領土 但他現在照樣已經來了 所以告訴你他ATA CMS已經來了對不對 那這個比較厲害是什麼呢 這一次幹掉這個所謂116個人的 軍團是說什麼 因為這個他是可以換成不同的 這個戰術飛彈 然後用海馬式的發射系統 發射出去的 你說他的彈頭可以改變 對 那他這一次是在裡面 用什麼M39的這個導彈 他用所謂的極速彈 內部轉有所謂的 你看這非常多的這個子彈 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次可以涵蓋半徑大概 100米的這個範圍 然後涵蓋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 就是用4顆飛彈 所以他前面裝的都是極速彈 也難怪說你中間的116個人 你不管散去在哪裡 我在空中爆炸的時候 沒有一個跑得了 4枚過去1枚亞彈 3枚就直接把你完全幹掉 所以你看這個對普天來講 當然形成巨大壓力 為什麼 他1枚裡面有950個子彈藥 所以拜登也嚇很招了 當然嚇很招 現在雙方都已經要嚇 拜登他也知道 這610億的 如果拜登假設他沒有連任的話 這就是他任內可能最後一筆 給烏克蘭的這個援助啊 未來拜這個 這個所謂這個川普可能沒有 那歐洲也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就要賭這個 最後的時間點 一定要讓這個 這個所謂的俄物戰場 出現一個逆轉的這個局面 而且之前談到的就是 烏克蘭的兵員缺少 可是沒有想到現在傳出的消息 是連俄羅斯兵員也缺少 兵員缺少 我們之前就講過 他現在把很多監獄的犯人 丟到了前線 而這個犯人多恐怖 他說有幾個人 殺人犯 食人魔 竟然都在同一個部隊裡面 對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烏克蘭 俄羅斯已經準備了50萬人 對不對 50萬人他們怎麼準備呢 你可以看 這是他們最近釋出的一個畫面 這是什麼 俄羅斯對這個所謂他們的士兵 說什麼 你們都會死的 但是母親俄羅斯 不會忘記你們的 你們墳墓槍會被送上鮮花 你看 我才要出征 對 就跟這些要出征的講 你們都會死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上戰場 真的對他們壓力很大 這是法國的外交部長說的 他說什麼 從俄烏戰場爆發到這個時候 烏克的俄羅斯在 在烏克蘭戰場損失50萬名的士兵 其中有15萬人已經傷亡 而且他說逃兵的人數 大概2萬多人 都逃兵了 不想作戰 不想作戰的逃兵的人數 所以是15萬人死亡 對 總共有50萬人失去戰力了 對 那你看 事實上在俄羅斯境內來說 很多公墓呢 目前為止都大幅的擴建 也就是說非常多人 可能就一樣過世 而且你知道最誇張的是什麼呢 現在呢 因為逃兵太多 雖然現在什麼食人魔 就是你看俄羅斯有很多犯罪的 還有什麼肢解魔呢 現在都上戰場 而且這兩個人還變成好朋友 因為這是他們在網路上拍的這個照片 他們兩個都是犯非常多罪了 結果沒想到兩個現在 在前線上面作戰 好 那我們就講 這樣為什麼這次法國是鐵了吸掉這個支持 因為法國馬克王或是歐洲都說 一旦俄羅斯烏克蘭輸的話 下一個他們可能會入侵 這個歐洲的其他國家 所以你看 現在你看法國已經說 法國送了什麼 部隊到這個地方 你看為什麼我們說真的 你看 這就是他們的Flex的這個徽章嘛 他們已經到哪裡 他們已經到這個前線這個地方 來作戰 法國傭兵進去了 對 盾內斯科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說我們最終可能會派遣 大概1500名 現在已經有100名抵達前線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法國也是真的要出兵了 所以你要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 整個俄烏戰場的夏季決戰 恐怕真的會決定這一次的俄烏戰的 最後的這個結果 好 瑞德 我們看到之前在烏戰場上面 烏克蘭感覺上是處於一個挨打的地步 這個挨打地步代表說 他們沒有彈藥了 他們空有砲管沒有彈藥 所以只能挨打 現在彈藥進去之後 形勢開始反轉了 對 沒錯 那611億美元呢 那美國要交給他什麼東西 現在所知道的是啊 美國英國拼命在生產一個東西 叫155榴彈炮 155榴彈炮 美國已經交了200多萬發以上了 當時還跟以色列挪了30萬發嘛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 現在都已經忘記M拐拐拐了 對不對 M拐拐的相關的這個設備呢 需要155公里的榴彈炮啊 這不斷 源源不斷地從美國 從這個等於說歐洲呢 運進去烏克蘭 現在正在運 那除此之外呢 也包括這些所謂的反坦克的武器啊 全世界所有的反坦克武器呢 這一次在俄烏大戰裡面 全部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用上了 對 來自於包括法國 包括這個荷蘭 包括英國 包括美國這些 包括我們台灣知道的 標槍飛彈 這些全部都在這個戰場裡面呢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 他們可以用反坦克武器 把俄羅斯的直升機給打下來 然後還有刺針飛彈 美國的刺針飛彈也在這一批裡面啊 也是源源不斷地運進去 刺針飛彈是打直升機的 打飛行物的 他們竟然可以拿來 烏克蘭的阿兵哥 拿來打他們的俄羅斯坦克啊 所以讓我們見識到說 原來這些武器可以這樣用 原來那麼包括海馬斯火箭彈 那麼海馬斯火箭彈呢 源源不斷地又運進去了以後呢 也包括剛剛師聪所講的 那麼美國陸軍的這個戰術飛彈呢 這也是本來不願意給300公里 先都給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嗎 因為你從北韓 還有包括從伊朗 來了那麼多的武器嘛 你讓美國跟那個北約 他們找到藉口啦 因為你現在不對等嘛 不對等以後 我就提供 本來不願意提供 提供他300公里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陸軍戰術飛彈了以後呢 對俄羅斯當然是很大的傷害 但問題是 普丁揚言說要做這個什麼 盒子的這個演習啦幹嘛 他真的敢丟嗎 他不敢嗎 他丟了以後他會怎樣 我問你他丟了以後 他要丟一枚的以後呢 切切切切 馬上經濟自在 那不是像兩年前那個經濟制裁的 不一樣 如果他真的敢丟的話呢 不是開玩笑的 那整個經濟車全部都切掉 連老公都保不住他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也包括剛剛講的 防空系統 因為現在包括愛國者飛彈 德倫斯基 烏克蘭的總統已經開口了 要7套 要7套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飛彈進去了以後呢 也包括 那麼剛剛講的 除了這個等於說 這個 車身飛彈這些飛彈之外 英國也宣布 它的硫磺石飛彈呢 全部加到一千三百名 也遠遠不斷都給他們 好 董事長 剛剛講的是 這個ATSCMS 居然可以攻三百公里以外 而且攻三百里以外 更可怕的是 它居然針對俄羅斯的一個軍團 那這個軍團 一百一十六個人居然 居然全部被殲滅 而這個軍團在保護上面 外面有它的上司板 完全擋不住 它這個叫做陸軍戰術導彈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原來是炸彈的概念 然後裝了翅膀 變成一個滑翔器 飛行器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所以它的這個爆破力 它的彈 裝彈量 它的這個 所謂的作彈步 特別大 那這個ATSCMS 就是現在發展了新的型號出來 所以我上次有提到的 這是美飛演習當中 瞄準的第一島鏈的東南地區 包括台灣地區 對 整個的巴士海峽 就是在這個有PRSM 那個比ATSCMS更新的一個等級 剛剛講 普提已經無法忍受ATSCMS 已經講了 如果你把ATSCMS 放到烏克蘭戰場 你等同向俄羅斯宣戰 而且也證實了說 我最強的精英部隊 在你一瞬間 四枚裡面 一枚亞彈 三枚爆破 竟然全部被殲滅 這已經夠恐怖了 可是 它的進化版 已經放到菲律賓了 已經放到巴士海峽了 他不知道放到菲律賓 他在演習的時候 他到了這個 到了菲律賓的小島上面 因為你知道 濱海作戰 濱海作戰什麼概念 打帶跑 1113洞 帶著這個 這個哈馬斯去了 去了然後試射 射完馬上飛機就走 所以這是 這個戰術上的停留 可是我覺得 這次烏克蘭的領導 得到的武器裡面 最重要的還是F16戰機 因為F16戰機 可以在這個 在這個制空權上面 對 他們現在在烏東地區 會解決敗退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裝甲車的量非常的大 你要從空中來毀滅 他裝甲車部隊的話 效果比較好 對 因為你掌握空優的話 很容易一片就少過去了 那轟炸的面積會非常大 對 就像波灣戰爭一樣 他有一個死亡公路 就是用A10攻擊機全部打掉的 所以說他要靠空軍 靠F16的轟炸的力量 能夠毀滅他俄軍的這種 大量的坦克部隊 目前面臨到就是過寶核攻擊 所以F16到底能不能夠 改變這個戰局 不知道 但是陸陸續續的 都已經開始完成戰備 而且到了這個到第一線 但是我覺得目前的發展 有幾個從這個戰略 跟政治上來考慮的話 比較可怕的幾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什麼東西 因為布丁這次又再度提出 要使用戰術性核武 對 因為他的壓力來了嘛 所以就再度提出 那為什麼他前段時間不提 那我今天看到一個說 這個習近平到法國 他跟這個馬克龍 還有這個彭德萊恩 有一個三個人的會議 三個人會議之後呢 那彭德萊恩單獨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我把他訪問全部看完 他很簡短的講了 他其中講到一個 我們他非常感謝習近平 當時勸告普丁不要用核武 結果這個開會 在法國開會 剛剛肯定習近平對這個 和平跟壓制核武的貢獻的時候 普丁說我要用核武了 老實要拿核武打你 這變成一個很諷刺的一個笑話 所以這一次 你看到最近他是 習近平今天去訪問歐洲 最重要就是去法國 其他兩個就是塞爾維亞跟匈牙利 那不重要 那本來就是比較親中的國家 所以這一次跟馬赫龍碰面的目的 他當然希望借了馬赫龍的碰面 然後打開一個破口 然後讓他的這個中法關係 他號稱六十年的情意以後 能夠有一個大的發展 結果沒有想到馬赫龍 找了馮德萊恩去 馮德萊恩的態度很清楚 鷹派 鷹派了嘛 還有再加上前面 馮德萊恩是德國以前的國防部長 對 那是蕭茲呢 在幾個禮拜前 帶了一大堆人跑到北京去對不對 看起來做生意是不是 但是蕭茲有非常明確的告訴他 在這個俄乌戰爭上 德國的立場 有個站對邊 絕對積極參戰 德國現在是第二大支援國 第一大是美國 第二大支援國 所以第三大是誰 就是英國跟法國 那法國你今天提到一個嚴重的問題 他的法國的外籍兵團 已經派進去了吧 他是真的幹的嘛 對 外籍兵團一進去打的話 換言之講 就是歐陸有可能 歐洲地面部隊打 那地面部隊打的打法會不一樣 因為我怎麼可能 光派我的地面部隊讓你打呢 所以他一定會有其他的海空軍 或其他的兵種會去介入 就是說用什麼形式 不管你啦 所以換言之講 歐洲的國家已經有體會到一個現實 這個是什麼現實 就是十一月份 川普如果獲勝的話怎麼辦 川普如果獲勝的話 因為目前主要的援助國是美國 對 那這一塊整個會不見了嘛 這一塊整個不見的情況之下 那要靠歐洲自己的戰力 來打完這個戰爭啊 那他們已經非常堅信 說如果烏克蘭打敗的話 下面幾個國家 中東的國家 全部會一一被吞噬掉嘛 對 那這個事情來講的話呢 德國跟法國通通不能接受 我覺得馬克宏本身 他有一個更大的企圖 因為曾經法國是統一世界 提升統一歐洲的一個大國 拿破仁時代 他們想要恢復法國的榮光 所以馬克宏這次是積極的準備 想要參戰 那參戰同時外銷他的軍火 跟展現他的實力 因為他的外籍兵團在全世界各地 部署在很多海外的屬地嘛 但是很久沒有這種大型的戰爭 他總共有十個兵團嘛 十個團的兵力 就是我們台灣的 大概我們以前過去講的 陸莊 我們陸軍裝備大概十個師的兵力 十個師的兵力大概十萬多人嘛 他準備大概一場嘛 如果這個大概一場下去的話 他罷國有可能變成歐洲的新的盟主 他們現在有歐洲本身想要獨立的概念 尤其罷國想要獨立外交 獨立自主的概念 遠強於其他國家包括德國 因為德國曾經是戰敗國嘛 所以現在歐洲的力量不斷地興起 也是因為這個中國跟這個俄國兩邊 不斷地刺激的情況造成 所以是一個新的局面 那這個局面呢 美國會不會讓這個戰爭的主導權 讓歐洲主導去呢 不會 美國也不願意啊 所以我也在想說 這個真的是川普願意放到這一塊嗎 我覺得即使川普當選的話 他也不可能容許說歐洲本身 有更大的一個自主權 因為畢竟全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 是美國他維持這個地位 我們知道在俄烏戰場上面 現在感覺上俄羅斯有點略戰上風 沒錯 連非常重要的戰略地方 阿卡迪布卡 現在烏克蘭都有點慢慢地撤退出來 對 可是剛剛講呢 西方世界不會讓這樣的狀況 這個持續 所以下面有一個傳說 F16已經神秘地進到了俄烏戰場 為什麼講說F16已經進到了俄烏的戰場呢 因為離俄烏邊界300公里的地方 一個俄羅斯非常重要的空中預警機被炸掉了 對 除了F16沒有別人有這個本事 而且事實上在俄烏戰場的地面戰來說 目前俄羅斯似乎是佔上風 阿卡迪布卡這個重要的戰略地位 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是佔上風的一個狀況 那烏克蘭都一直講嘛 哲羅斯基之前就說 我們只要有F16的空約 我們絕對可以打贏這場戰 但是沒有人敢承認說F16來到這個地方支援他 因為這個可能會讓普丁不開心啊 結果沒想到在最近的時候 就發生了很多怪事 從1月到現在為止來說 1月中的時候 已經有一架A50的預警機被擊落了 結果沒想到在2月23號 又有一架被擊落 保證一共出現了兩架被擊落 而且這次被擊落的狀況是怎樣 他飛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這個所謂的俄烏戰場在這個地方 這是雜波羅熱嘛 這個瑪利托波爾嘛 這個梅利托波爾在這個地方 他飛到這個地方 他在俄羅斯的境內喔 俄羅斯現在距離前前大概有25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 就被擊落了 他在空中被擊落 保證 在俄羅斯的領域裡面 俄羅斯的領土裡面 距離邊界有250公里到300公里 居然在空中被炸掉 這裡面不合理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因為現在被炸掉之後呢 烏克蘭就說 我們是用這個 舊的這個薩姆200的防空飛彈 我們把它改裝而來的 可是這個根本不可能 因為它的 飛行的這個里程數 的確有300公里 但是呢 它的這個相關的準確度 不會那麼好 就後來又有第二種說法說 我們是改裝這個所謂的 這個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飛彈 再把它加上所謂的GPS 可是問題是愛國者飛彈 設成只有70公里 你打不了喔 所以根本打不到 所以到底是什麼武器打到了 大家不知道 你現在你按照烏克蘭所有的武器 你都打不到300公里 那事實上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有這個擊落的瞬間的這個火花 就是好像有一個 這個空空飛彈 最像這樣子的 在空中爆炸 對 在空中爆炸 所以它其實火點 火藥點相當相當的小 而且 它是在夜晚 對 就完全被鎖定 所以到底是什麼飛 什麼東西打到它 當然啦 烏克蘭就說沒有啦 是我們的這個愛國者 是我們的這個薩姆200 問題是大家都認為不可能 而且這可怕的是 這個A50它是幹嘛 對 它在整個戰備當中 是 它當時在指揮其他的這個飛機 對 也就是你在戰備當中 你應該在高度警戒狀況 怎麼可能說被打就被打 就這台 抱歉 這個不合理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事實上這台戰機 非常非常貴 它一起來造價要3億多美金 這個是俄羅斯 它也只有6輛 結果沒想到去被你打下兩架 那打下兩架 這個空中預警是在做什麼 它為什麼在這邊徘徊 因為它就是在指揮所有的空中的這個系統 它其實有非常遠程的雷達 它可以看到650公里以外 如果你發射出來的話 它當然會知道你發射出來啦 而且通常這種飛機來說 都會有伴著旁邊 它本身就會有攻擊的武器 會有防止被擊落的這個狀況 我們就講 美國空中預警機 你能夠打得到它嗎 當然不會 不可能那你怎麼能夠打得到它 所以任何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說 不可能是從地面上的 現在最新的說法是什麼 是F-16 F-16用所謂的響尾蛇飛彈 去把它打落 這個是唯一可能的這個狀況 因為只有響尾蛇在空中發射 才可以發這麼遠 對 這麼準 對而且它可能就瞬間 那麼快的飛彈打到你 那你完全就 這個死無上身之地 所以現在就兩起 從1月14號到2月23號 這兩起來說的話 人家就說 目前為止好像真的 F-16是不是已經來到這個烏克蘭戰場上面 來支持烏克蘭的一個狀況 而且還不是只有這個 A-50來說 這個預警機很厲害對不對 他們還有一個叫EAR-22M的指揮機 也被打掉 那事實上這就是這個之前有被說 他們這個緊急迫降 緊急迫降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克里米亞這個地方 寶傑它被迫降的時候你看 這是這個迫降之後的照片 好像被機槍打到的一個狀況 然後好像被不知道是什麼樣 造成這樣的損傷 那是非常近距離嗎 寶傑這看起來很像是機槍打的有沒有 對 有可能這樣子啊 那它就迫降 寶傑這台飛機 你說這個是EAR-220的指揮機 對 指揮機上的尾翼 對 結果被打穿了 好 那這個為什麼很奇怪呢 寶傑你知道 EAR-22M它是什麼飛機呢 它其實是俄羅斯冷戰時候的 最後的這個空中的這個 這個算是最後指揮機的這一台 結果它把它改裝什麼 改裝成前線的指揮官 所以這上面是有前線指揮官 在這個地方 它要控制前線的戰士 結果它居然被打到 所以你知道這個 這個如果你是從地面上打的 大概沒有人會相信 最有可能就是空中來把你擊落 那甚至人家就講嘛 事實上這個之前 這個所謂A-50被擊落了 還有這個EAR-22M被擊落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來說 甚至之前有這個被擊落 那台A-50的這個預警機裡面 有這個俄羅斯的空軍遠程 航空的這個副司令 它就在上面 它被擊斃耶 所以事實上 這個好像是刻意為之的 而且你知道最後2月23號那天 擊落 為什麼要擊落嘛 這是俄羅斯的國定假日 他們入侵烏克蘭的日子嘛 國家保衛日嘛 他們把你打掉 所以它是整個張官看起來的話 絕對是可能現在大家都懷疑說 F-16真的已經來到這個 俄烏戰場上面了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烏克蘭已經鎖定克里米亞了 對好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說了 F-16已經來了 為什麼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你看 從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還有這個拜登 拜登他們的態度就說 要保住這個整個烏克蘭 包括說像這個之前 達沃斯的經濟論壇 2024年首要目標就是要 掌握制空權 然後馬克宏又說 不允許俄羅斯戰勝 無論是美國或歐洲都會這樣做 所以呢 這個馬克宏已經說 我要撥這個40枚的這個 SCALP的這個長城巡弋飛彈 給你然後還有數百枚的炸彈 我要這個協助你 那這是拜登 拜登現在不是不講 但是大家都認為說 如果他順利連任之後 他可能就會派遣地面部隊 進去烏克蘭 因為他沒有連任壓力 他可能就會這樣做 所以現在 你知道 這個克林姆才會這樣警告 普丁他這幾天說 如果北約成員派兵參加烏克蘭的話 俄羅斯和美國所主導的北約 這個軍事聯盟之間 將不可避免發生軍事衝突 所以俄羅斯現在直接叫正北約了 所以他知道說你可能要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戰況是這樣 但是好 我們就講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為什麼俄羅斯能夠慢慢的 結結的這個 能夠有一點在地面上 反敗為勝 主要就是因為 中國給他非常大量的武器 給他非常大量武器的時候 最近你去查獲到很多 包括說像這個烏克蘭 抓到這個俄羅斯的軍人裡面 你看就很多次走 黃種人 對 人家說那這個是誰啊 這個當然啦 俄羅斯就說我們也有黃種人 這個是我們的俄羅斯人 但是人家說 這可能是中國來參戰 或者是說北韓來參戰 就這樣 這個是烏克蘭俘虏的俄羅斯軍人 對 那到底是 這人種是來自什麼地方不知道 另外一個 他們最近打落了非常 這個殲滅非常多的越野車 這個烏克蘭就把它拆解之後 這根本都是來自中國的車子啊 所以等於是中國給車子 中國可能疑似又給人進去幫你參戰 但是呢 你也想說這個難道是中國跟俄羅斯 站在一起 沒有 最新的反連休台又披露一個消息 披露一個消息 披露一個消息是什麼 這個俄羅斯啊 他在打這個俄羅斯戰爭的時候 他其實最擔心的是誰你知道 他最擔心的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欸 他們最近在做一個演練 演練什麼呢 演練就是說 萬一俄羅斯發生混亂 局勢控制不住的時候 中國會入侵遠東地區 而且他說 中國入侵遠東地區的方式 就是可能現在網路上攪亂你 然後有這個派人過去給你 這個製造混亂的局勢之後 然後我趁機出兵去佔領 佔領之後 然後我佔領 然後我就用什麼 你俄羅斯在這個地方 進行所謂種族滅絕 來佔領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欸 跟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的方式一模一樣 他們現在很擔心 中國會用這一套 來去入侵我們的遠東地區 因為當時撒謊地帶 就是把這個地方奪走的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確對這一塊 他們也認為說屬於我們的嘛 所以你知道是 他們還講到 海森威是中國的 所以還有什麼柏利 那些都是我們的 貝加爾胡 那些都是我們的 所以你知道是欸 俄羅斯你看看起來 好像跟中國關係很密切 但是其實 俄羅斯最怕的是誰 搞不好最怕是中國從後面 捅我一刀 好所以瑞德 這個金融時報這篇文 都把他給嚇壞了 原來俄羅斯在做 俄羅斯戰爭的時候 最防堵 最忌惮的 既然是中國 而且中國有一個秘密計劃 就是如果俄羅斯 真的有內亂的時候 他馬上揮軍北上 對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大家在這一次 長達兩年多的這個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疑惑 俄羅斯領土那麼大 他的S400還有S500 這些防空飛彈呢 還有這麼多坦克車 這麼多的這個官兵啊 為什麼到後來 那麼去攻打烏克蘭的時候 會面臨那麼 所謂的軍火不計 還有人員兵力不足的這個情況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絕大多數的 病例都放在 防堵中共的身上 你也不要覺得意外 為什麼 因為中共不是有好 全世界現在應該是 數二數三的這個軍力嘛 他也把最多的陸軍 最多的戰力呢 放在防堵俄羅斯的邊界上面 都在中俄邊界 這兩個人不是兄弟之邦嗎 為什麼兩個兄弟之邦 他會這樣子的防堵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請問一下 中國的這個外患 始終來自於哪裡 北界嘛 北疆嘛 所以呢 他們兩個人都是彼此呢 稱兄道弟 但是事實上呢 我都在預防你 會不會攻打下來嘛 你說現在 中國跟俄羅斯 既聯合又鬥爭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除此之外呢 你沒有發現一件事 美國總統拜登不是威脅 如果習近平敢直接把炮彈 飛彈這些火箭彈 直接提供給這些 致命性的武器 提供給俄羅斯的話 就要經濟制裁嘛 那麼照理來講 習近平幹嘛甩這個等於說 拜登啊 照理來講他跟這個 普丁跟俄羅斯的關係一定要更好 那我就給他就好了嘛 或是我偷偷給就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直接給 俄羅斯落魄到最後 竟然被迫必須像北韓這個小老弟 那麼最近要到了三百多萬枚的飛彈 跟相關的火箭彈還有炮彈 最近用糧食跟他換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彼此之間是存在了一個 既合作用金針的關係嘛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 您跟我們下族